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归根究底来看这件事 台独这些东西说坦白的只能做不能说 说出来的都不是读 那陈日勉说了 读做不了就是做不了 也就是说真正的台独工作者 他是蒙着头在做 他是悄悄地在做 他就像那个 我不愿意说像是那个所谓的地下组织分子 或者是反革命分子 你看哪有地下组织分子 跑到总统府面前去敲锣打鼓的 为什么 他们一定是暗自的吸收自己的组织 凝聚一个力量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揭竿起意 一举把执政长 或者说把中华民国给消灭掉 这个才是 我认为这是真正 这个他有企图有野心 而且真的是有眼光的台独工作者 那另外一种人就是说 哎呀我是爱国的人 我是 你看以前我记得 这时候就让我想起一个蛮有意思 既然主持人你讲到这个话题 以前有一个人叫汪精卫 对 汪精卫啊 口口声声地说爱中国 是 没错 但是他跑去什么 他跑去当汉奸去了 对啊 他跑去当那个 我们说这个为虎做仓啊 任贼做父 但是你看这种人 他一定有个特色 他在嘴巴里面讲什么 说我最爱国了 没错 他在办公室里挂着孙中山的像 所以我觉得像赖清德他说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话题来讲好了 什么叫台独啊 台独的人真正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我是真正爱台湾的 你们国民党是不爱台湾 你们国民党叫做亲中卖台嘛 所以他说他们是爱台 那他的对手叫做卖台 所以一个叫爱台 一个叫卖台 所以他把他把这个爱台 画一个等号叫做台独 也就是说你认同我台独 就是我是真正爱台湾 爱台湾 那你反对台独 你是不爱台湾 你是亲中的人 那是他们讲台独的那个定义啊 这样他就能够区隔出 你看我讲台独 我爱台湾 所以你的选票你要给我 所以说穿着他们的这些说法 都是冲着那个选票来的 他把台独跟爱台 把它画一个等号 画在一起 可是你知道 很多人说我很爱我的孩子 我很爱我的儿子 恨铁不成钢啊 就很有心的把孩子给打坏掉了 打出门去了 打了从此再也不干这些事 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台独者 或者是他们自己标榜的这个爱台者 事实上啊 我认为他们是永远做不了爱 他们永远做不了台独 因为他们只能嘴巴说说 更深刻的是啊 他不是爱台 他是真正的叫卖台 没错 怎么说叫卖台呢 这些爱台者 事实上就是卖台者 因为你看今天两岸的关系 越走越远 本来说叫做不改变现状了 现状明明在改变啊 那你说 蔡英文上来的时候说 我们的邦交国会越来越多 邦交国现在是越来越少啊 蔡英文上来的时候是说 我们的经济会越来越好 可是你的经济越来越差 那他所说的爱台 到底是爱台还是卖台呢 他所说的台独 是真台独还是假台独呢 我想我打一个大问号 在他们的说法上 当然了 后来赖清德又补充了一句 他说蔡英文是绝不会宣布台独的 换句话来说 我作为蔡英文政府的 议员我也不会宣布台独 只是说说而已 我说 但是就像您讲的 选票效应很重要 起码我巩固住那些 支持我的赞成台独的这些人的选票 所以李先生说的最重要 说也好 他说他是台独工作者也好 他是台独立场也好 只是问一件事 选票 至于这个做不做已经告诉了 这是蔡英文的事 而且蔡英文说了他不会做 所以来讲大家安了 台湾在蔡英文任内不会宣布台独 但是问题在这 我特别注意到台湾有一位 也算一位名嘴了 是位教授 他提出了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他听到这些话他很愤怒 他说呀我们应该这个 敦促立法院通过一个法律 可能会引发战争 那请你们赞成台独的人 孩子们去当兵 不赞成台独的人 你们孩子可以不当兵 这也算是一种态度 您怎么看 他这句话最重要 在台湾岛内 把台湾已经不和谐的社会 更加撕裂了 其实他的说法就是 有些人说话不负责任 也就是说我脱口而出 我做了一个烂摊子 但是那摊子不要我收啊 那我画了一个大饼 但是这个大饼 不用我把它端上桌子来啊 也就是我随口说说 那这个责任到底是谁负 所以这个就像刚主持人 你所说的 他这个意思是说 你说这个话的人 到底负不负责任 对呀 那很麻烦的是 我认为民进党的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说话是负责任 但我在这里讲啊 你不服气 但是你看蔡英文说的话 到现在什么地方去负责 没有一个是落实 那奈亲的更不用讲 亲中爱台也是他说的 台独工作者也是他说的 有一天他说啊 要我愿意当台湾总督府 这个总督府的总督 那也是他说的 要不然哪天说我还赞成统一 可能也是他也可能大坤的说了 那关键是你真的把他说的那些话 当真吗 还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像 他是有一个叫做温度效应 或者是一个探测效应 怎么说现在的群众喜欢听爱台 我就说台独 现在开始统一的气氛起来了 我就说我亲中爱台 那如果说现在 这个台湾真的要被 要跟主国统一好了 要跟中国合在一起了 搞不好这时候他觉得说 我就是那个最理想的 台湾特首的候选人 比如说哪一天的战争统一 也未必不可啊 也就是说他的那个说法 他的想法 说出来的就是为他们 为他们这群民进党人 自己的政治前途 对 说说而已 那你在旁边听听气了 随他起舞 那你怎么知道 明天他的话风 是不是他又改了呢 那你是今天高兴明天笑 后天生气 大后天这个垂头上气 那你的人生不是被他的日子 被他的说法牵着鼻子走 你就说对他的讲法不必太在意 你要做你就去做 你要不做说是没有意义的 主持人你刚讲到一个太重要的一个特点 台独这个东西啊 说说真的没什么 那关键是你敢不敢做怎么做呢 你是不是敢推动台独公投呢 对 很简单吧 国民党也前一段时间 国民党说我可以放水 我支持你立法台独公投 请你读 请你来做 民进党挡住了不让法兰国 那你真的说要台独 那你就这个更民制限嘛 更改国民 你现在够人数啊 你够人数啊 所有的条件 所有的筹码都在你的手上啊 那你为什么不做 你做了我们还看看 到底是不是你敢做 就好像说你说我敢把车 开到悬崖去对照 那你撞撞看啊 对 但是他们这种说法 都是说说而已 说的让你非常的义愤填膺 或者说的让你热血奔腾啊 想要台独人热血奔腾 反对台独的人啊 气得想要吐血 他就是这些话翻来覆去的说来说去而已 也就是说他们 我记得这个台湾很多朋友批评 说这个大陆的当年的一位 一位人士叫王丹 离开台湾的时候说了一句 说你们台独就是玩嘴炮 最后引发了台湾岛内 这个台独的一些朋友们的极大的不满 但是好像就从赖清德这件事来看 好像王丹说的也不错 就是耍嘴炮 你做嘛 立法院在你手里 行政权在你手里 你又说有这么多民众支持你 好了 全齐备了 那你可以做 显然民进党不敢做 但是有一点啊 还要请教您 民进党党内的人公开的表达了对他的不满 赖清德是一个刚上任的 这个这个这个重要的一个领导者 民进党公开说 你作为个人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今天坐到这个位置上 这么讲 民进党不支持你 为什么民进党党内的人要反对他 大家既然民进党支持台独 何必要 他只不说一句真话 干嘛要反对他 其实我的看法是啊 项庄武剑啊 智在佩公啊 清德啊 台独啊 智在总统嘛 哈哈 说白了 他是想这个位置 他真的要台独 他真的是要当台湾共和国的总统吗 我看不是吧 他要做的啊 就是现在蔡英文他所坐的这个位置嘛 没错 那今天他把这份话 他爱台湾的话给讲出来了 他有选票 他有这个政治上的实力 甚至他有那样的一个热度 那当然呢 那其他我也不知道 除了蔡英文之外 还有谁想要走总统路 那不就是挡了别人的路吗 你今天站在这个 葛奎行政院院长的这个位置 你用你的行政资源 累积你的人气 那看在别人的眼里 不是叫做吃不到葡萄酥 葡萄酸吗 哎呀讲穿了 民进党人为什么说赖清德 叫做狗咬狗 一嘴毛嘛 不就是那么回事 当然了 民进党党内也确实有一种声音 他们认为说蔡英文并不是纯粹的民进党党人 毕竟跟民进党渊源没那么深嘛 你是后来的 从一个普通党员移越为党主席 当然了 你是有功 但毕竟民进党你不是一个传统的民进党 他不是一个正统血统的 对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虽然赖清德这个嘴炮 他自己也在做后续的消毒工作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 这个蔡英文绝对不会消毒宣布台独 尽管他在尽可能在往跟蔡英文在政治路线上往一起靠 因为蔡英文毕竟 蔡英文的政治宣誓是不改变现状 前提那不改变现状的真正意涵 那就是台湾不会宣布台独 对不对 这是真正不改变现状 他给大陆的承诺 这就是告诉说我不会宣布台独 他就认为这是我最大的善意 当然大陆不领情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毕竟蔡英文的政治主张是明确的 他不会宣布台独 他的不改变现状说的不仅仅是维持现状 他说的是不宣布台独 这很多国 这是我跟国民党很多朋友观点不一致 国民党朋友认为说 两岸交往了一个好形式 这个形式这个现状改变了 我说不对 他说不改变现状 说的是不宣布台独 而不是不改变目前两岸关系的现状 他的现状和大陆和国民党说的现状 是定位不一样的 他认为这是善意 他反复在华府跟华府人讲 他说我会表达自己最大的善意 那就明确告诉大陆 我不会太独 但是我又不改变现状来告诉大陆 他认为我已经够够意思了 大陆当然不满意了 问题是这样 我的问题就想沿着这个赖清德这个说法 来看蔡英文的政治主张 很多的分析家认为说 赖清德就是在挑战蔡英文 就是要在2020年取代蔡英文 有用吗 或者说民进党能行这共识吗 其实台湾的这个总统的选举制度是全民直选 对 那全民直选也就是真正的票仓 事实上不是在中央 都是在地方 都是在一个市的市政府 在那个区域的选票 所以刚刚蔡英文要把赖清德从南部 我现在用南部来讲 不要只是说台南 大家要把他从南部 也就从这个诸侯 拉到中央来的时候 其实很敏感 有政治敏感度的人就知道 这个蔡英文真正的目的 是要把他在这个地方的吸票机的 这样的一个魔力 或者是黑洞的影响力 拉到中央来 为什么 说行政院院长这个位置 讲句实话 叫做失分多得分少 没错 随便一件事情 好事没你的 你就得下台了 倒的事都是你的 你看这个 和这个台湾的那个电厂的跳电 那个经济部长他就下来了 那什么东西引起了民怨 引起了这个游行 这个行政院长他就要去担这个责任 也就是说放在中央 它是一个消耗性的一个做法 所以当蔡英文把戴清德 从地方调到这个中央来的 我想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报销他 就是要消耗他 那在这个时候 赖清德啊 迷眼人一看 赖清德如果跟蔡英文走得太近 站得太这个太一条线的时候 那他一定要什么 叫做为主啊 就是他要为他的主人去挡子弹 他要去为他的主人去担过 所以你看从赖清德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不要说他笑跟不笑 那一副苦瓜脸 他摆明了一件事就是 虽然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我还是跟你要有所区分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做法 事实上他是奏效的 首先蔡英文他感觉到一个极强烈的 一个压力感 虽然就近看管 可是就近看管的这个人 那不见得是为他在前面 没那么听话了 而是啊 他反而他会 他会说出人民心中的话 那个味道就像什么 我常在讲 赖清德他讲的这些话 有点像当初川普 就是那个川普 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会说一些叫无厘头的话 他会说一些 让人觉得摸不着边际的话 这些话在政治的语言上面 是没有逻辑的 可是就说到你的心看里面去 未必是政治正确 但是老百姓喜欢听 赖清德有点在玩 这样的一个味道 还好像就是 我虽然住在这个中央的位置上面 可是我总是会说一些 你们想听的话 你们心里想说的话 但是赖清德 后面犯了一个叫做功高正主 毕竟你今天不管将来 你要自在高位 还是不是 但是功高正主 绝对是中国人 或者是华人的一个大忌 所以你就等着看好了 这个一菜一类 两个人都是 都不是好惹的人 凑在一起 又有各的心思 但是有一点 我记得您在这个节目上 也特别说过 民进党是一个派系 林立政党 尽管后来民进党曾经说 我们宣布所有派系解散 但然而民进党的派系从来没有解散过 就跟国民党的那个山头一样 国民党一天到我喊团结 说明他内部就是肯定不团结 赖清德是民进党里面最大的派系 新潮流派的大将 不要忘了 新潮流派的真正大将是陈菊的 所以他上台的时候夸了半天陈菊 好像他坐这个位置 是陈菊让他坐的似的 不管怎么样 但是不能不否认 蔡英文上台 新潮流派 是孝尽了全马之力的 对他可以是全 就是蔡英文能在党内待得住 完全靠新潮流派 重心捧月捧着他 也就是如果新潮流派不支持蔡英文了 蔡英文在党内 未必就不会像现在今天这样如日中天了 现在新潮流派把赖清德推出来了 知道你来消耗我 但是我的新潮流派无论地方还是中央 足够的人脉足够的势力 是不是有点奔着2020去的意思 其实所有人的眼光 我认为不管是现在的国民党 还是民进党 所有人的布局 现在虽然才2017嘛 那所有人的布局都是在为2020 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制高点 或者是一个起包点 甚至是一个累积点 在做一个盘算 但是我觉得蛮有味道 也蛮有意思的 你从新潮流系的这些动作 他们已经不在互主 而是好像在另有一个 另有一个组织出来 那个味道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 民进党的本身的派系可能很快啊 会有一场心风血雨的这种淘汰战出来啊 那你看在这个竞技 或者是竞赛还没开始之前 连这么敏感 你说赖清德他会政治愚钝到台独这两个字 能不能放在台面上他都不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他都放在台面上来说 我们这个旁边有敏感度的人 就可以很敏锐的嗅觉到什么 本来啊台独是蔡英文啊 在最后啊无药可救施展出来的杀手锏 没错 现在先被赖清德拿去用了 是 下来蔡英文说台独叫做什么 拿香跟着办 没错 你只能跟着走了 所以我觉得啊 我们不要很意外性的看 賴清德说台独工作者的这一句话 他真正的意思是啊 他要彻底的去画出一条线 蔡英文不敢讲台独 我敢讲 不管我做不做 但是我给你这些跟随者一个想象的空间 也就是说你台独想想望的 别再跟着蔡英文了 跟着我吧 我才是真正的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当然除了这以外 不要忘了 现在蔡英文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民进党党主席 现在根据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和各个民调的预测来看 2018年 不管国民党有多了 2018年国民党一定会比现在的地方 县市执政会增加 也就说民进党不可能继续大赢了 你不可能把新北市也搞掉 你不可能把国民党仅剩的几个城市都搞掉 国民党已经到了谷底了 他一定要反弹 不管你怎么说国民党党内团结不团结 国民党泛滥的这股气还在 这个力量还在 他的反弹是必然的 如果民进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出现了失败 或者说甚至比预期的还要糟的话 以蔡英文市长主席 按照民进党台湾政党政治的这个规律 你要担起责任来 赖清德又不好 2018年就有可能成为民进党的新共部 他不用等到2024年 他2020年就可以挑战 蔡英文是不是算得好 其实主持人你刚讲到一句非常贴切的话 民进党是一个再也现实不过的一个政党 我们说落井下石啊 强倒众人推啊 也就是啊 这一群民进党的人啊 他们眼睛比谁都还要势力的很 谁会当到 谁会失事 他们看谁 看得比谁都还清楚 没错 其实你从这些动作上来看啊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啊 似乎这个新潮流派系啊 就像刚刚主持人你所提到 他已经慢慢的在酝酿一种实力 累积一个气氛啊 就是当民进党没有办法在2018年啊 取得像以往他们所自称的那种胜利 或者是说出了什么闪失的时候 这个贡主啊 他所累积的这个人气跟那个基础啊 已经在这些不断的运作当中啊 慢慢形成一股气氛 民进党最厉害的一点 不要说厉害啊 他们最为善用的一点是什么 善用那种氛围 那种气氛 那种感觉 那种共事 那种共气啊 我觉得这个 蔡英文当初能够扶摇而上 脱颖而出也是拜这种气氛出来的 赖清德何尝不是在玩相同的游戏 而且赖清德更会和他的新潮流会更会因事利党 有一点可以肯定 蔡英文如果按照现在的政治主张不改变的话 未来的两三年两岸关系不会好 现在两岸关系下一个指标 那就是台湾现在的贸易 对大陆的贸易顺差会不会减少 会不会大幅减少 如果仅仅小幅减少还好办 如果大幅减少 影响到台湾民众的生计的时候 你的2020年就很难选了 所以我想赖清德已经看好这一招 说你蔡英文怎么都不可能让台湾满意 把经济搞好了 那你2020年你凭什么要代表民进党来选 是有点逼宫的意思吧 当然 所以我觉得不话说回来 我们说两害取其轻 没错 与其把赖清德摆在南部继续吸票 还不如冒一个险 看他在中央会不会报销掉 我觉得蔡英文 有可能啊 出点什么事儿 就是你行政院长负责嘛 但是赖清德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你看他才一来啊 已经马上又要有一种吸票机的感觉啊 说住人民心理的话 而不是对他的组织啊 卑躬屈膝啊 低声下声 这一点就跟国民党的行 这个行政院院长实在是大相径庭 他太强势 不光是强势 而且有点喧宾夺主 实际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好